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作为播出 第一届荣耀发财快报 寂寞考试 现在开始 请听题 1.米莱迪在草丛中释放二技能 在没有砸到任何目标的情况下 机器人自动攻击 对敌方英雄造成了伤害 此时敌人会获取米莱迪的视野吗 A.会 B.不会 2.点尾想利用大招位移接近敌人 此时点尾面前有一堵墙 那么点尾应该怎么做 才能在大招后使自己穿过墙呢 A.贴墙放大 B.远离墙壁放大 3.哪吒开启大招时 以下哪个英雄可以使哪吒完全无法朝自己突进 A.敌人结 B.花木兰 C.李白 4.老夫子二技能70%的免伤 与纯净苍雄50%的免伤可以叠加吗 假如能能叠到多少 A.不能 B.能120% C.能100% D.能90% 5.吕布大招命中敌人后 一技能落空 此时吕布的附魔状态 会发生改变吗 假如反过来 一技能命中敌人大招落空 吕布的附魔状态会改变吗 A.都不会改变 B.大招命中但一技能空附魔消失 一技能中但大招空附魔不消失 C.附魔都消失 6.以下哪个英雄对着草丛放大 可以使敌人眼中大招特效消失 A.莫子 B.举步 C.牛魔 D.中奎 7.纯净苍雄的被动精准 可以和破晓的普攻被动叠加吗 A.能 B.不能 8.东方要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以一个技能点两层新陈之力 A.时间快到强化一技能 B.时间快到强化二技能 C.时间快到的时候强化三技能 9.百里守约在携带什么名闻的情况下 一级的物理攻击加成最多 A.获源阴眼隐秘 B.易变阴眼隐秘 C.传承阴眼隐秘 D.获源阴眼兽痕 10.上官网儿在大招释放过程中 较远处有可攻击的目标 那此时网儿可以走位进行移动吗 A.可以B.不行 11.以下哪个技能在1v1的情况下 可以使对方夺翠名闻短时间内 无法在自己身上吸血 A.哪吒的大招 B.点尾的大招 C.张飞的大招 12.尧在跟以下哪个英雄大招飞行后 会自动脱落下马呢 A.刘邦的大招飞越半个地图 B.米月的大招 C.露娜的大招 B.哪吒的大招飞越半个地图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季末考试的全部试题 总分120分 每题10分 共12题 请各位停下手中笔和键盘手机 那么正确的答案是 B.B.C.D.B.B.A.C.A.C.A. 如果你拿到90分的话 那么恭喜你通过了本次季末考试 张老师也是非常感到欣慰呀 至于不及格的同学们 你们可以叫上一个还没有看过本期视频的朋友 一起来帮你参加补考 在以后的视频会给大家讲本次试卷 好了 本次考试到此结束 王者金头水微风一遇大仙都得蒙 我是张鲜 我们下期再见